书名女子大学的故事 一百多年前建于大韩帝国皇室 1906年命名为明信女学校 成为韩国第一个女子私立大学 书名女子大学 在女性不容易接受教育的时代 大韩帝国皇帝高宗和纯宪黄贵妃认为 国家的未来取决于女性教育 精细女性教育可以救国 这是书名尽孝的原因 从大韩帝国到大韩民国 书名一直保持发扬着这种精神 在国家进步的过程中 书名总是散发着温柔的光芒 以温柔的力量改变着这个世界 提到书名我最想想到的是改变世界的柔人力量 我认为这真是书名的精神 男性难以承担女性更无法胜任的情况下 成为国立科学搜查研究院的首解女院长 这种力量的获得也正在于此 改变世界的柔人力量 这就是书名改变世界的轮流领导力 如果没有敢于挑战女性不行的社会偏见的 我们书名的先辈们 我也不会成为我国第一位女性ROTC军官 承传书名的挑战精神 为了新时代而奋勇前进 在我内心有一个建立小小的IT王国的梦想 我称其为安慧珠研究所 现在已经从谷歌获得了奖学金 边学习边研究 我希望有一天我的安慧珠研究所 能发展成为世界级的IT公司 我四年前从我进入书名女子大学开始 在微博上上传了我平时创作的 即在学校里设计的作品 这正是土豆兔这个卡通人物的开始 现在土豆兔正在走向中国 东南亚 法国和南美等地 我希望它能获得全世界人民的喜爱 成为代表韩国的卡通人物 虽然年纪小 但却实现了播音员的梦想 这是源于书名领导能力的教育 可以有机会系统地学习播音的技巧 能够有机会站在众人面前演讲 特别是作为大学宣传大使活动的时候 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使我成为专业新闻播音员 书名是以学生为荣的学校 校内宣传大使是书名女子大学 首次开展的活动 我有幸参加宣传大使活动 看着贴在路边的海报 兴奋之余 我同时感到责任的沉重 于是下决心朝着梦想 努力前进 书名已经培养了多位女性领导人 虽然历经了韩国历史上的展正 纠纷 近代化等艰辛 现在书名正在创建全新的教育模式 在培养女性领导人的同时 更注重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 书名女子大学是具有领导能力的 女性辈出的学校 在这里学生们进行以自我为主体的学习 发扬协作精神 共同解决遇到的难题 在这种学习氛围中 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我从书名的朋友和教授口中 得知了书名女子大学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 我认为学校的历史就是一部韩国女性的历史 作为书名的学生 有更多的机会去体验世界 可以去访问那些希望去的国家 可以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专业 这些机会可以拓宽我们的国际视野 书名女子大学使我具有了国际意识 还获得了许多体验世界的机会 这些锻炼使我在女月十八国际部工作时 一直带着鉴定的自信心 最近年轻人中流行个人主义 表现出只为自己考虑的倾向 缺少为别人着想的精神 书名的学生们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 却能够结合课堂内外学到的知识 却帮助韩国和全世界处于困难中的人们 逐渐成长为优秀国际领导人 我进入书名以后曾三次去越南和柬埔寨 从事海外志愿活动 为了让处于艰苦教育环境中的孩子们 不失去梦想 进行了韩国语 科学 美术等教育志愿活动 在那段时间里 看到孩子们高兴的笑脸 我感受到了许多 我做到了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的事情 成为一半学校的教师 都是因为有机会在我们书名 遇到优秀的教授和朋友们 当我站在正常的学生们面前 希望让他们认识到 残疾人也和我们一样 这句话的含义 我希望能够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教师 书名的教育培养孕育了内在的强人力量 培养懂得忍耐 懂得坚持 赋予了遇到困难时 如何走向胜利的智慧 书名女子大学 一百多年的历史 就是韩国女性领导精神的历史 这不是支配他人 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强硬力量 而是奉献关爱的柔韧力量 可以改变世界的正式 令我们民族感到自豪的 书名女大的精神 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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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世界的柔韧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